大家好,我是Aquila 欢迎大家来到Aquila的频道 最近天气实在是太热了 所以在中国的网上最近流行了一些段子 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很有意思 他们说,从今天开始 我不再是单身狗了 我是热狗 他们说,这么热的天 能约出去的都是生死之交 他们说,化了一个小时的妆 打开门,素颜了 他们说,半个凉菜要赶紧吃 要不然就变成麻辣烫了 他们说,出门不要摔跤 否则容易烫伤 以前的话,女朋友在考验男朋友的时候会问 如果我和你的妈妈同时掉进水里 你会先救谁 然后因为最近天气特别热嘛 所以变成了这样的版本 如果我和你的妈妈同时掉进水里 你先救你妈吧 我要在水里多待会儿 那其实在中国本来我们有进福了这样一种说法 不知道在大家的国家有没有这样的说法呢 这个福就是福天的意思 在中国我们有三福 这个三福就是初福、中福、末福的统称 民间有句俗话叫冷在三九热在三福 说的就是在夏至以后 气温会骤升 形成了炎热的暑天 于是人们把这段最热的暑天称为福天 在三福天里 全国很多城市都会进入高温模式 这段时期也就成为了全年气温最高 最潮湿、最闷热的时期 我们中国人平时说的中暑 通常就是发生在福天里 三福呢不在二十四节气里 然后三福的时间也不是固定的 但通常是在七月中旬到八月中旬这段时间里 一般初福是十天 中福是十天 或二十天 末福是十天 好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今年的福天是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吧 好 我们在百度上面搜一个日历 2022年三福 好 日历出来了 我们看一下 现在是七月 我今天录制这个视频的时间是7月的17号 我们看一下福天 然后出福是从7月16号到7月25号 26号开始是中福 然后看一下八月 中福呢是到八月的十四号 8月15号开始是莫福 莫福一直到24号 然后25号就出福了 出福天了 也就是说 2022年的福天是从 7月16号到8月的24号 一共是40天 所以今年的福天是一个家常版 一共有足足40天的时间 好长的福天啊 在生活中 出福我们也叫头福 我们北方人有句俗语叫 头福饺子二福面 三福大饼摊鸡蛋 饺子呢 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非常喜爱的开胃家品 入福日人们往往会感觉食欲不振 胃口不太好 对吃的东西可能会不感兴趣 民间呢又称福天为苦夏 而饺子就恰好是非常开胃的食物 当然三福天开胃吃饺子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这时候饺子的馅就非常重要了 最好是选择一些可以清热解暑 易于消化的蔬菜做馅 比如冬瓜黄瓜等等 其次吃饺子也有美好的寓意 那就是圆宝藏福 因为饺子的外形互似圆宝 而且福天的福和福气的福是同音字 所以头福吃饺子就有了圆宝藏福这样的说法 也就是说吃了饺子福气满满 然后还有一些地方会福天吃羊肉 民间也有这样一种说法 说福羊一碗汤不用开药方 可见羊肉对身体还是有温补的效果的 对很多中国人来说 福天的记忆里都少不了冰棍 饼枕西瓜还有绿豆汤 哎呀 记得我小时候天气特别热的话 爸爸妈妈就会做一大锅的绿豆汤 然后让我喝 说可以解暑 嗯 这样想好怀念啊 眼泪要出来了 从今年六月份以来 热浪就已侵袭了北半球的多个国家 英国 法国 韩国等都发布了高温预警 日本和美国等多国破高温记录 据说截止17号 西班牙的最高温度达到了45.7摄氏度 持续近一周的高温 已导致西班牙国内360人死亡 还导致了多地的火山蔓延 那在中国这边 自六月份以来也开启了高温模式 我们来看一组中国最近的气温数据 这是7月16日微博上来自中央气象台的消息 四川等地仍出现了35度以上高温天气 四川 重庆 贵州 云南部分地区 达到了40到42摄氏度 地球像个大火球 然后我们在网上看到了 有些网友在地面上成功地煎熟了鸡蛋 还有这两天因为气温特别高 杭州那边的温度逼近40度 所以有一段非洲狮子在杭州热成了狗的视频也火了起来 看来真是够热的 把我们这大狮子给热的 只哈哈哈哈的喘气 那大家现在所在的地区 气温都是多少度呢 是不是也特别热呀 欢迎来评论区告诉我 那像福天这么热 如果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大家可以尽量地避免 在温度最高的时段进行户外活动 然后保证我们的睡眠 还有及时补充水分 多喝水少喝饮料 同时我们致敬高温下的工作者 他们工作非常辛苦 也希望他们能够平安地度过这个炎热的夏天 好那今天的节目呢 给大家介绍了一下中国的三福 不知道对大家的中文学习 有没有一点小小的帮助 如果大家觉得有一点点帮助的话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继续关注我的节目 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